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意外韩国 香港统计处公布了有关GDP的数据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讨论有关香港经济的前景 今天的题目就是香港经济会否三底衰退 未说三底之前先说两度衰退 大家看到这幅图就是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的年度和季度变化图 这幅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组线 红色线就是香港GDP的实质按年变化的分比 然后蓝色线就是经季节调整之后的季度变化 大家都记得我2017年7月的时候预测五年之内 香港经济将会衰退 三年之后大家看到这幅图 2020年首度出现经济衰退 然后不到两年之后 在2022年又再度进入负数区域 确认两度衰退 所以短短三年之内就出现双底衰退 这次大家看到蓝色线最新公布的数据 又跌入负数区域 究竟会不会出现三底衰退 先来看看过去其实二十多年 其实中间通常只是一些很轻微的 负到一负的负数的 技术上就不算衰退 其中只有一次是国际金融风暴 2008年的时候 就出现一次较深的经济衰退 但是毕竟也约束3%左右 然后也是一年之内一底衰退之后 就已经回复正数增长了 如果再推上前就要去到2003年 沙士期间 这次就比较特别 就是不单止是双底衰退 而且是无论按年变化 还是按季变化 都出现长时间的负增长 而最新的蓝色线大家看到 经贵截性调整之后的实质GDP 按季变化又再跌入-1.3% 这是2023年第二季的最新数据 所以下一季会不会持续再出现负数呢? 如果会的话 就会技术上出现三底衰退的情况 这是会重蹈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三底衰退的覆车 那为什么说三底衰退很罕有呢? 大家回顾 是网上有数据以来 1990年到2023年 在这里差不多 40年的数据里面 就除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有一次三底衰退 是短时间连续出现之外 基本上都没出现过了 那么这个根据统计署 在网上所有的资料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过去大多数的GDP按季的负增长 都通常是一次负增长 短时间就立即会回升正数的了 即使有简洁性一季的负数 下一季又已经跳上来正数 是并不计算技术上的经济衰退的 2008年的这一次 国际金融风暴 也是一次较深的经济衰退 但是都是一底衰退就上回来了 只有亚洲金融风暴 在1997至1998年的时候 就跌一跌就跌了2% 及后2001年和2003年 就再度出现负增长 就形成三底衰退 给大家看看数据 1997年第四季 到1998年第四季 就是连续五季是负增长 最深是跌-2.7% 然后去到2001年 全年的四季都是负增长 最深是跌-0.6% 然后去到2003年 第二季又再次跌入负数区域 即是说在六年之内 就形成三底衰退 最深是跌到-2.4% 然后就回升 到五年之后 才再次出现衰退 然后再过十年左右 到2019年就再次出现经济衰退 但今次就已经是三年之内两次衰退的双底 究竟接着会不会出现三底呢 就是这样 在今次其实你看到时间是较频密 而且衰退的深度也较严重 2019年的第二季到2020年的第二季 即是又是连续五季都是负数 接着最深是跌到-4.8% 到2021年而已 第四季到2022年的第一季 又连续两季负数 最深是跌到-1.8% 中间呢 虽然就是有一季又打回来证数 有一季又刨出来水面 但是呢 其实整体都看到是潜在水底的 这种情况是较多的 接着去到2023年的第二季 又再次跌入负数区域 加上由于近期出口和资产市场 都出现不景气 如果第三季都继续是负增长 技术上就已经是第三次的经济衰退了 四年之内三次衰退都是非常之罕见 大家可以对下一季的经济预测 可以留言一起分享 当然拆开GDP的增长里面的几大行 其中最佔比最高的就是私人消费 但是似乎私人消费的部分 是并未见到市场预期的报复性消费的 我们看看是私人消费开支在按年和经季节调整之后的按季增长 图表 这个商抵衰退其实在很大程度都是受到私人消费的两次负数变化所出现所大动 也是过去比较罕见的有一个这么深而且这么长时间的负数增长的情况 私人消费蓝色线经季节调整之后的按季变化 大家看到除了2008到09年曾经连续多季出现负增长之外 偶尽一次跌下来很快又已经回升了 但是去到2019年开始就连续多季都出现负增长 而且跌幅是颇深的 这两次的相抵的负数是深达-8.3%和-8.8% 都是比较情况是罕有的 这个当然跟疫情有关了 去到2023年第一季市场就预期应该会有报复性消费 但是彈升了一季去到力度就已经开始减弱了 最新第二季的数据仍然未出劳 但是由于零售总量、游客人数都未见有强劲的反弹 所以私人消费开支第二季的增长率也是令人有点忧虑 由于私人消费占GDP差不多7成以上 所以GDP能否避过三底衰退呢? 那就要好视乎私人消费在跟着的这几季 能不能够有强劲的反弹、报复性消费等等的情况 私人消费其中零售总量的占比也很重 大家看到过去这四年在零售总量方面 曾经出现两次很严重的下跌 包括2019至2020年 大家看到这个跌幅是大跌五成的最深 而且持续两年负增长 去到2022年又再度下跌差不多两成 及后持续在正负数的边缘上下波动 并未能够修复失地 去到2023年初曾经有一次四成回升 但是快速又已经放缘到最新公布2023年6月的零售总量 按年升幅就是17.5% 比市场预期为低 所以就未见到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出现 另外更加令到市场担心的就是游客人数回升阀力 这幅图大家看到了 原本预期游客在复关之后应该大幅飙升 但是一旦上来 去到200万人次就已经无力再上了 这里大家看到了 升到上来283万就开始回落了 最新公布2023年6月的游客人数 按月只有275万人次 比起2010年的水平还要低 即是回到差不多13年前的游客人数 所以零售总量就难以预期持续大幅回升 除了私人消费 另一个GDP的重大占比就是投资的开支 这幅图大家看到就把它拆开做两个大的类别 蓝色线就是楼宇及建造的投资开支按年变化 灰色线就是机器设备及知识产品的投资开支按年变化 红色就是整体了 所以大家看到蓝色线先楼宇及建造的投资开支按年变化 似乎经历2019、2020、2021的三年负增长之后 就开始有回升 但是2023年第一季又再次回落 跌4%那么深 第二季的数据还未出 究竟楼宇及建造的投资开支呢? 第二季能否板回正增长呢? 就会对于GDP在跟着下来 是否能够避过三底衰退的其中一个因素 但是这要起码反映就是建造业的投资再次减少 另外灰色线就出现一个明显的双底负增长 在2020年2019、2020年都出现一个严重的下跌 然后弹升之后去到2022年又再次出现一个较严重的下跌 最新2023年第一季有所回升 究竟能否为GDP增长带来动力呢? 这个我们就等到第二季的数据出口再跟大家分享